对啊,一个是有选择恐惧症,一个是别再让我选了 你说男人这么多,我也选了半天都不是我的 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以后迅速搬离了他们的婚房,回到北京居住 之后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从她工作室发出了动态和路人拍的近照看 赵丽颖没有伤心颓废,状态反而更好 笑容明媚,少女感爆棚 离婚似乎不关她的事 于是呢,有人就怀疑,赵丽颖和冯绍峰闪婚 只是为了生一个儿子,时间一到就赶紧离婚 所以她能够迅速抽离,不受影响 反观看冯绍峰啊,每次现身都是一脸沧桑的样子 整个人老了许多,如此看来 离婚对冯绍峰的打击真的很大 我说你到底是真的想跟我结婚呢 还是真的喜欢我呢,还是为了要谈恋爱 为了要结婚,才跟我在一起 看到赵丽颖离婚后的状态这么好 可能有网友会觉得奇怪 大部分女生离婚后啊,都会伤心一阵子 面容憔悴不说,整个人根本提不起精神 怎么赵丽颖反而愈发荣光焕发了呢 因为赵丽颖从小就独立惯了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赵丽颖习惯了有什么艰难困苦都自己扛 就算结婚以后有冯绍峰这一个强大的肩膀可以靠 赵丽颖也没有选择让自己松懈下来 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两头烧的情况下 状态自然没有婚前那么好 离婚以后呢,赵丽颖可以收回部分照顾家庭的经历 专心拼搏事业,进而往一处使人 当事业发展越来越好的时候 赵丽颖感到宽心 状态自然会变得比从前好很多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相对于小两口 冯绍峰的母亲似乎更加希望赵丽颖能够赶快脱离自己的家庭和儿子 甚至两个人才离婚一个星期 便拉着儿子到处相亲 早在二人结婚不久 冯绍峰就带着母亲上综艺 被问及如何看待儿媳赵丽颖 冯绍峰的母亲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赵丽颖学历太低 而且女权太强 弄得儿子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 虽然事业经营的不错 但同时暗指她农村出身 与自己的豪门地位不匹配 冯绍峰妈妈还表示 二人离婚的根本原因是赵丽颖不肯生二胎 而且事业心极强的她也不太顾家 这样夫妻两个健身嫌隙 最终才闹得分手了地步 如今赵丽颖是走出来了 迈入人生新阶段的银榜 并没有因为结婚怀孕而停下自己的事业脚步 前段时间的修整期不够是她在叙事待发 重新的规整定位自己的方向 打算让自己的事业进入新的篇章 作为85后头部小花的赵丽颖 在电视剧上已经算得上是傲视群雄了 但因为年龄问题以及结婚生子 她其实已经到了尴尬的转型期 急需一个牢靠的团队来帮助自己 度劫飞升 所以她选择了和颂传媒 并且让和颂传媒的董事长李雪 接任自己的经纪人 让李雪为自己转型保驾护航 素兰有着拼命三娘支撑的赵丽颖 重心也不能够全部放在工作上 因为她要抽时间去陪儿子 为了亲自照顾儿子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赵丽颖频繁飞往上海 每次都会住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赵丽颖还是特别注重感情的 婚姻对女人来说确实重要 却不应该是女人生活的全部 赵丽颖离婚后的状态这么好 无疑证明了告别错误了婚姻 才能有更精彩的生活 往后余生 愿赵丽颖无论经历什么 都能活得漂漂亮亮 闪闪发光 闪发光